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马鞍堆 但是呢又因为一些方言的一些遗传史诗传百 后来就被传成了马王堆 在起初像马王堆这样的土坡是非常难利用的 因为既不能种庄稼又不能建房子 一直到1927年的时候 湖南军区医院看上了这马王堆的两个小土堆 他们想把这个土堆给掘开之后呢 往里面建几个地下病房 于是就找了一个施工队开始挖 但是刚挖了没多久 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 施工队里面的一个人员 用钻头往地底下钻的时候 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股非常臭 非常呛人的气体 那这气体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就有人胆子非常大 用火柴点燃了这个气体 但不点燃还好 一点燃更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气体居然是蓝色的火焰 而且一直烧连锡都锡不灭 直到大家去找到了湖南博物馆的一些考古专家 考古专家赶到的时候 这气体烧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熄灭 专家赶到之后呀 一看这个蓝色的火焰 就说这地下应该是有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墓 就是传说中的火坑墓 那火坑墓是什么呢 之前倒斗就是倒墓的一些人呀 对火坑墓有一个记载是这样写的 他说一朝发泄乎轰然有声 额青灵火由戏内喷出 高达无耻 吃吃作响 撕食满坑皆火 这火坑墓形成的原理啊 就是在白高年和木炭密封下的墓室 在恒温恒室的环境中啊 就会产生一种可燃性的气体 这种气体呢 就是产生蓝色火焰的那个呛人的气体 而且一般的火坑墓呀 都是上千年的古墓 那既然已经知道了 可能是一个上千年的古墓 就势不宜迟赶紧开挖吧 推土机挖开了之后呀 才发现这个古墓的规模相当之大 总占地面积有500多平方米 深20米 从上到下逐渐缩小 像漏斗一般 墓底的底部呀 放着一个4米多长 1.5米高的棺果 棺果呢 和一般的棺材还不太一样 棺材呢 一般都是盛放遗体的嘛 但是棺果呢 是在中央摆上棺材 而在四周呢 会摆上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是在古代非常有钱的人 才能用得起棺果的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呀 这个墓主人的来历 肯定是不一般的 那看到这儿 肯定会有朋友问了 那不就是一个古墓吗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发现一个古墓 发现一个古墓 不太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古墓 之所以神奇之处 就是因为在这墓中发现了一个千年不符的木乃衣 博物馆的考古人员打开这个棺果中央的棺材之后呀 就看见棺材中有半棺红色的液体 而木主人的遗体呢 也泡在这个棺材之中 棺材中间还有很多捆成细长条状的丝织品 木主人的身上裹了厚厚的二十多层的衣物 有丝制品 麻制品 春夏秋冬的衣物 一应俱全 考古人员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把一层一层的衣服从木主人的这个身体上抛下来 才还原了这具遗体的原来面目 但是当考古人员看到这个遗体原来面目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因为它根本就不像是一具古诗 皮肤还是有弹性的 呈淡黄色 轻轻地按下去还会再弹回来 遗体的部分关节呢还可以活动 而且两只手里面呢 各抓着一只小香囊 香囊里面装着一些香草 遗体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遗体 女性的睫毛甚至还一息可变 左耳的骨膜都保持得完好无损 甚至连脚趾头的指纹和毛孔都清晰可见 当这个遗体被送到湖南博物馆的时候呀 考古人员就往这个遗体的体内注入了一种防腐剂的液体 这个液体刚刚被注入之后呢 这个被注入的区域呢就隆起随之四周散开 就像一个新鲜的尸体 甚至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这可以说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 那这个木主人究竟是谁呢 在一些陪葬品中呢 就揭晓了答案 在陪葬品中有一颗印章 印章上刻着三个字 窃心锥 这一看应该是某一个达官显贵的夫人 这个夫人的名字叫心锥嘛 那这个达官显贵又是谁呢 考古人员在古墓中还发现了其他的几枚印章 上面分别刻着长沙丞相 带猴之印 立仓 后来一查点击 还真发现长沙是有一名成像 叫立仓 这个立仓的封号呢 就是带猴 那这么一来就明白了 这个古墓的主人呢 应该是立仓成像的妻子心锥的古墓 考古人员呢 还原了心锥夫人的面貌之后 就发现妥妥的就是一个美人 而且这样的一个保存完好的一个遗体 既不同于木乃伊 又不同于湿辣 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呀 心锥夫人移平的内脏 几乎保持的完好无损 胶原纤维还保持着原有的弹性 细如发丝的肺部迷走神经 粒粒可见 血管里还尚有凝固的血块 而且经鉴定血行为A型 根据解剖后的一些病理检查呀 考古人员发现心锥夫人 她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比如说像冠心病呀 动脉硬化呀 而且她的食道和肠胃内呀 发现有138颗甜瓜子 也就是说她应该死于瓜熟的夏季 死前不久刚刚吃了甜瓜 这样一句保存完好的千年古时 在古代人还不懂得 属于福尔玛临来防腐的情况下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考古学家也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最让人疑心的可能就是 刚刚打开棺果中间棺材时候里面的 那个红色液体 这种红色液体很可能具有一种 防腐防菌的效果 实际上在古代的一些古书里面 也对这种红色液体有一些记载 根据记载说 古代的防腐工匠们在清洗过遗体之后 会先把遗体放到低温的地方 然后再包上一层一层的衣物 包好之后放进棺材里 那放好之后 防腐工匠们会在最终盖上棺材的棺盖之前 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往棺材里面倒这样一种红色的神秘液体 但是至今为止这种红色液体的成分还是一个谜 其次呀 这个古墓呀 是建在地下十几米的地方 地上还有十几米高的一个土堆 也就是说它室内不渗水不透气 密封极其严格 而棺果呢又是一层套着一层的 棺果四周呢采用粘性非常强的白糕泥 和稀释性很强的木炭甜食 这样层层的棺材使得水与空气无从进入 就造成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独特真空环境 而且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研究呀 这种真空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可燃气体 实际上就是涨气 它也有杀菌的作用 使得细菌在这种将近真空和高压的环境下无法生存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心椎夫人身上穿了二十多层这样的衣服 而且这二十多层衣服把心椎夫人裹得非常的紧 遗体上还可以看到衣服的压痕 而这二十多层衣服呢 并不是因为心椎夫人爱美才在死的时候 让下人把自己身上穿上春夏秋冬的衣服 而是因为这二十多层厚厚的衣服 将心椎夫人的身体包裹得像一个残涌一样 裹得够紧 闷死了身体的细菌 也与外界产生了一层隔绝 没有了吞食肉体的细菌 那遗体就不会变成一具窟窿 不过这些呀 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些科学界给出的猜测 至于为什么心椎夫人的遗体会保持的如此完好 到现在还是一个迷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位未解之谜 悬疑案件和奇闻意识的话 别忘了订阅小吴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